为什么会病到这么严重 寒啊 寒才会伤人 寒才会让我们的筋奔紧 让我们怎么样 生命力越来越微弱 所以大家了解了 就不难理解 那黑脚阿嬷怎么好的 孕婦啊 16个小时啊 吃热药啊 内外热源全部来啊 然后最后他有时候来不想动 因为老人家85岁不想动 然后来躺着就要赵医师 帮他推 有时候赵医师还 那赵医师比较会搞笑 比较会幽默 看黑脚阿嬷来了 躺在那里 然后他就跟着躺在他旁边 他说你那么舒服 我也要舒服一下 他说你躺下来就一直让我要你帮他按摩 你也来帮我按摩一下 你都不动 怎么叫我动 他就是说黑脚阿嬷不运动 所以他就用三角方便来积他 他说你躺下来就要叫我动 那我现在躺下来你也动动看 你来帮我推拿看看 那就是黑脚阿嬷就是经过他的激励 那他知道运动的重要 所以他脚好起来就开始运动了 所以生命才慢慢走回来 所以不运动你是没办法 赵医师甚至在跟黑脚阿嬷讲 他说如果你不动 你就像一块死猪肉 让我推死猪肉 推了半天我会很累你也不会好 所以一定要运动 所以我相信患者本身不要说有一套疗法 那就依赖他他本身也要怎么样 也要靠自己 很多部分也要靠自己的运动 然后坚强的毅力 这就能活过来 这样大家能理解吗 那再经由各种因缘 好的因缘来帮助他 那再难的 我认为都可以度